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疫情消息 不過現在逢疫苗是很敏感的 即使我們說 新聞報導 也會被人冤枉 所以我們把疫苗改成鬥妙 把科興改為四哥 四哥 所以就是避過那些 政治審查 政治迫害 這個四哥疫苗 當然是周圍害人 香港有八九多人 要是死 要是面癱 要是中風 原來印尼也是 有線新聞報導 他說 印尼的疫情惡化 即是在全國封城 兩個星期 7月7日 新增3萬4千人確診 比過去一個月增加四倍 當局指最先在印度發現的Delta 變種病毒擴散 全國 以及考慮了醫院的壓力 現在印尼的醫療體系已經崩潰了 所以決定將封鎖措施擴散 全國 包括印尼是一個千島之國 有爪蛙 也有 加里曼丹 即是婆羅洲南部 因為婆羅洲有三個國家 一個就是印尼 最大塊是印尼南部 北部就是 東馬 即是馬來西亞的東部 另外還有 文萊 印尼那麼多 地方那麼散 那麼多島 那麼多 幾個島 那麼其實 要全國封鎖也挺嚴重的 而且醫療相對落後 很多年前我們去印尼 就算首都 也是一筆仔是很像樣的 像一個城市 其他地方也是被貧民筆包圍 所以他的衛生情況很惡劣 當地原來有不少的醫護人員染疫 有胸肺科的醫生說 醫院裏面200個醫護確診 很嚴重 而他們早幾個月就接種了 武漢肺炎的疫苗 這是中國的 好了 也有監測組織由6月起計數 總共他們測到 有131個 醫護接種完疫苗之後死亡 只有7月就有50人死了 只有7月而已 今天10日死了50人 平均一天死5人 還是醫護來的 不是普通人 當地的醫院協會指 有九成半的醫護人員已經打了疫苗 絕大部分都是打科興的 打四哥 衛生部和科興都沒有回應這件事 當然沒有回應 打死人 我們也想去找 我們也通過 去找其他的資料 只找IK報可能不夠了 然後 我們再找BBC BBC也有類似的報導 除了BBC 其他的外媒 例如加拿大的報章 或者 歐洲的 報章也有報導 印尼 說到6月底 每天都超過2萬宗確診 而最近7月到7日到8日 就更加誇張是3萬多宗 印尼是一個人口大國 這是19年的數據 就有2億8千萬人 很誇張 全世界排名第4人口 印度其實現在就是 印尼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 即是以以斯蘭 信尼派為主的一個宗教 當然他也是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印度教 印尼也有部分印裔人士 即是印度裔人士 因為中南半島有很多運種 運種了部分印度人 以爪蛙人為主 信他人就是 15% 爪蛙最多了 40.6% 而其實印尼話 另外一種爪蛙語 跟印尼話有差一點不同 因為我那邊有親戚跟我說 好了 要說一下這次印尼這件事 發生得挺嚴重的 因為 到6月底 已經開始突破2萬 每天確診人數已經達到2萬 西爪蛙 地區的疫情是特別嚴重的 有些醫院 已經收不到患者 因為太多了 患者 要在醫院外面的停車場 搭建臨時帳篷等待治療 很嚴重 各地醫院 也是人滿為患的 不只是西爪蛙的 很多患者 其實未等到醫治就已經病死了 醫院也緊急關閉急診 其實在6月底 他們的醫師工會 也再度呼籲政府為你們封城 要不然我們醫院也頂不上了 6月底 每天都超過2萬人確診 到7月已經突破3萬 現在疫情累計已經有5萬多人死亡 有 20多萬人就治療 或是隔離之中 累計確診人數有215萬 相比人口 當然是不可以這樣計算 因為有2億8千萬人口 一個很大人口的大國 CNN報導 說四水 醫院因為有24個醫護人員確診 所以整間醫院也要散門 現在 印尼的衛生情況 大家都知道 他本身地方也不是那麼理想 醫院 也是首多其衷 因為醫護應該 應該不足夠的醫療的保護設施 所以 他們 醫生護士也很容易中招 這次 只是說耶加達 每天都超過幾千人確診 每天有幾十人死 他們一直以來都很相信中共 這次主要就是他們全部 打的疫苗 都是打中共的疫苗 他們 剛剛我們有讀過的新聞 九成半的醫護人員 都打了疫苗 不過 他們絕大多數是打科興 而這次 科興 可以說 充分顯示到他們是無料到的 也 沒有辦法 可以使得 重症 他當時在說 科興 不是使得你 不確診 是使得你的重症減低而已 現在沒有 一樣照死 醫生也死了 死百幾個醫生 死了131個 而且 印尼是五萬多人死了 很誇張 找回BBC的報導 BBC的報導 印尼 有一個醫護人員 表示 今年 至少 2月到6月期間 有20個醫生和10個護士 在打完 這個 科興營療之後 死了 當地的專家呼籲 這次面對新一波的變種 應該讓醫護人員 打第三劑科興疫苗 以加強保護 他們就說 印尼現在的人口 約目只有8% 打了疫苗 不過他的數字是2億5千萬 和19年的數字 有出入 所以BBC的數字 我覺得是有點不妥的 因為 19年也 2億8了 現在沒有3億也2億9了 怎麼會少了呢 首都 耶加達 一家郊外 即是在市郊的接種中心聚集了 一大群想打疫苗的人 保安 叫他們只能夠等 因為 裡面不夠地方 因為太多人逼著去打針 市長 不斷地解釋 他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到疫苗中心 所以他們一定要事先登記才可以打到疫苗 保安也透過大聲工 呼籲在 打疫苗中心門後等外的人群回家 不過沒有人理解釋 印尼 基本上 也是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現在每天有兩三萬宗 確診 專家 實地視察說 耶加達以外的地區 測試能力不足 所以 確診的數字 可能比實際數字更高很多 因為印尼 大家都知道 有那麼多個島 太多個島 每個地方也有 不同的行政地區 福原很遼闊 根本 有很多地方的醫療設備 就很落後 很簡陋 基本上 比菲律賓還好 跟菲律賓還差不多 所以 實際 確診人數 真的可能 多很多 即使成功打了疫苗 現在當地人都開始擔心了 因為知道選了那麼多醫生 他們認為現在的疫苗保護能力可能是不夠的 當地醫生 不願意公開提出質疑 但私底下他們也很擔心 有個胸肺科醫生 就說 雖然已經打了兩劑科興疫苗 一個月之後他測試血液內的武漢肺炎病毒抗體水平 發現效果 遠順如期 基本上 是產生不到抗體 他接受BBC印尼語訪問的時候形容 疫苗沒有成效 他的身體仍然沒有抗體 一個月之後我再做一次測試 結果仍然一樣 所以 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科興疫苗是流氧來的 我們也不捨得了 所以我們標題這樣寫 現在我們只能用一個比較軟轉的方法 就是 他已經把百多個醫護送上西鐵 去 堅如來佛祖 印尼也有 印度教的 未必是可以見佛祖的 可以見佛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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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見佛祖的 希望 快點 可以 捱過這一劫吧 因為 也很糟糕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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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